5月20日张新宇现身青岛捞金 采访时他无意中黑了青岛一把 张新宇说上一次发布会在马尔代夫 这次在青岛 没想到青岛的海水是那样的 下一次要找个更好的地方 而青岛更是范冰冰的出生地 幸亏男主持及时提供了台阶 说是因为张新宇带来的光芒 才使青岛的海水黯然失色 即使是马尔代夫也是一样的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被问被黑使是不在乎还是想办法解决 张新宇回答被黑使可以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应该向法律起诉寻求法律保护 近日李晨前女友张新宇在ins上发于李晨的旧照 并配文说怀念过去 这些图片一张一张的都是和李晨曾经的过往 有网友说看到最后一张我都震惊了 这事是几个意思 据说张新宇和李晨是在杜纯的生日party上对上眼的 并且两人当晚就住在一起了 当时很多人以为两人只是一时高兴 所以也没认为什么 但12年七夕节那天李晨突然在微博上公开恋情 于是大家才知道李晨这次来真的了 于是大家都劝她 但在大黑牛看来张新宇是一个特别单纯的女孩 但是这段恋情仅仅只维持了20天就宣告结束 这在明星闪分榜上也算名列前茅了 据圈内人爆料分手原因是张新宇背着李晨去约会某男星 分手后张新宇就后悔了 于是求复合李晨也答应了 但直到李晨遇到另一个人 两人就是以分手告终了 这另一个人就是范冰冰 两人在2015年公开恋情 自两人公开恋情后 张新宇时不时的出来提一下前男友李晨 也不知道是想蹭他俩的热度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不消停 但不管他怎么说 范冰冰从来没有回应过 张新宇这次怀念于李晨的床照 不知道范冰冰看了会是怎样的反应 5月15日 刚刚携手奔跑吧兄弟团 恢复遥远欧洲小国杰克斯洛伐克的邓超 在和兄弟们开启游客模式 吃喝玩乐跳高高之后 又不安生了 在异国他乡 照样可以在微博上 将娱乐圈瓜皮活宝的名号撒遍大江南北 首先他就在微博上展现灵魂披图手的本领 将因故未同期到达的底力热巴 王祖兰和郑凯用自己超乎常认的绝妙画功 守会到合照一侧 看看图上长发斗鸡眼的热巴 连他本人也在微博和超哥互动 不仅笑哭发问 我晒晕了 可你们有没有想过祖兰的感受 怎么到哪都欺负我 然后邓超马不停蹄又在当晚 跑到老婆孙丽的微博下面 孙丽历经半年付出的那一年花好月圆 终于于昨日杀青 孙丽不禁喜从中来感慨背声 激动的连喊三声杀青了 一向搞怪还宠气狂魔的邓超 没几分钟就跑过来留言 首先学着老婆口吻 哈哈哈哈之后 一句洗澡水已备好 引发众网友爆笑调侃 真是善解人意懂老婆啊 然后邓超还没停歇下来半分 晚上22点14分 他爱的范冰冰 并以李晨的口吻发表了一篇微博 并高调宣布 忙完这部电影我就娶你 范冰冰和李晨这对 备受瞩目的娱乐圈情侣的婚期 一直是网友关心和媒体炒作的问题 更有不少各地粉丝自发组织起催婚团 逮到机会就逼婚催婚 这一次可算是尘埃落定 大家看到范冰冰出道至今越来越漂亮 无黑长发 雪白肌肤再配一双大眼睛 异常精致 不过就算再漂亮的人也要多加保养 李晨和范冰冰最近是大秀恩爱 结婚肯定是早晚的事 看李晨和范冰冰本尊怎么说 哈哈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心领神会啊 邓超怒视李晨盗用自己微博 李晨则回复自己就是邓超 范冰冰却看透了各种玄机 对邓超的搞怪幽默只能是大邪的福气 不过这条广告的效果总算达到了 只有贵献哪有声讨的资格 是吧 有这样的损友邓超 谁看了不想打人 对邓超怒视李晨盗和范冰博视李晨盗和范冰博视李晨盗